这里21节注意 特别讲到说 就是使他们都成为一 其实神在这里讲到说 这是信徒中间一的第二面 就是三一神里面接着圣别 接着神的话 从世界里被分别出来 从这里讲到说被分别出来而有的一 那这里我们来看本来我们都是物所拣选的 而且有时候又被这个复活的基督 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 但是有时候是不是我们赢着环境 我们就常常溜出这个三一神 就跑到世界上去了 然后就需要怎么样 再一次借着神的话 把我们引导到神的面前 所以一面我们需要借着神的话 把我们从地位上来圣别 另外一面就从性质上来圣别我们 所以保守我们是我们能够怎么样 再一次的归回到神的面前 所以这后面就讲到说 在这个一的这面呢 信徒从世界里分别出来归给神 就是这样的情形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从我们这个引导环境 我们就出去走一走 跑一跑 结果呢 哎呀 有一天啊 又被神把我们抓住了 然后呢 有时候呢 这个被神的话呢 把我们抓住的时候 我们就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 所以在这里呢 特别讲到说 从这个世界里 被分别出来归给神 而且要享受三一神 做他们这个第一的要素 好 我们再翻过来 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注意呢 这边呢 也特别提到 我们一起把这个念一下好不好 父是给子的荣耀 乃是儿神的灵魂 具有父的生命和神圣的信心 好在父的佛满灵将显赴 是一样的荣耀是给幸福 是他们也得了所儿神的灵魂 具有父的生命和神圣的信心 好在子里 在此的佛满灵将显赴 从这里呢 我们看见说 父有这个丰满 子有没有丰满 有嘛 因为啊 父将他的丰满 就是啊 分支到子的里面 那子呢 也借着他的丰满呢 怎么样 把呢 把他自己呢 分支到我们的里面 那这一个点呢 都是怎样 都讲到说啊 需要在儿子的名分里 如果呢 我们没有儿子的名分 我们是享受不到神 父的丰满 跟子的丰满 所以这两个点呢 讲出啊 我们需要来彰显神 来荣耀父 都需要 得着儿子的名分 好 后面呢 我们也再来看见说啊 这个 刚才呢 我们弟兄讲到说 第九节讲到说 你所赐给我的人 我一个也没有失落 这里呢 特别讲到说啊 有一个能力 叫做什么能力 这个叫做 保守的能力 保守呢 我们所有 这个主的羊呢 一只啊 都没有失落 那弟兄姊妹 我们是不是呢 也能够得着 这样保守的能力呢 叫我们所传的福音 我们所接触的人 一个都没有失落 如果是这样的话 感谢主 我们啊 就真的是在 传福音的事上呢 真的是啊 荣耀我们的神 后面呢 我们还有一个能力呢 就讲到说啊 在十一节 讲到说 我 这个耶稣就对彼得说 收刀入鞘吧 我 父所给我的那妹 我岂可不可 这弟兄姊妹 有没有想到说 这个是什么能力啊 顺服的能力 对啊 好 感谢主 既然我们知道说啊 在这里呢 有两个能力 一个是保守的能力 一个是 顺服的能力 那接着这两个能力呢 真的啊 在主的身上 我们看出啊 哎呀 这个太好了 如果我也有这两个能力的话 我能够啊 就能够保守我 在啊 不管在神的工作中 甚至呢 也保守我在 跟弟兄姊妹 K他的事上呢 我们都能够 在一的里面 好 那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再翻到这个 这个十九章 好 我们看 在这里看到说啊 这个 所有的人呢 都要怎么样 把主耶稣定在十架上 但是呢 呃 呃 这里呢 彼拉多啊 却说 我查不出 他有什么罪来 那所以呢 这些啊 就看出啊 神呢 真的是啊 主耶稣呢 在这个事上呢 是完全的 他是完整的 所以呢 他啊叫 这个彼拉多说 对他们说啊 说看啊 这个人 看啊 这个人呢 表示啊 叫所有的人都来看这位主耶稣 而且呢 叫他们也认识这位主 他是完全的 他是啊 没有任何亏欠的 甚至呢 他是啊 经得起人 来看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有时候我会觉得说 主耶稣是这么耐看 但是我们呢 我们呢 主耶稣记得 但是呢 我说啊 我们呢 怎么样 我们常总是说啊 别人呢 都叫我们非十字架 有没有觉得 但是主呢 是怎么样 他是啊 背负所有人的十字架 今天呢 我们看见说 只要啊 我们愿意呢 也背不别人的十字架的时候 你就能够在这个配搭的事上呢 能够更往前 所以有时候啊 这个 这个顺服的能力呢 我们当然有时候 这个 这个不太 不太能够顺服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学习 像主耶稣呢 愿意怎么样 背我们所有人的十字架 那二十一节的注意呢 我们稍微看一下 那这里呢 特别讲他说啊 这个 呃 在主耶稣的身上呢 按一个标示呢 在他的 呃 被定的地方呢 他就按一个标示些 是用什么文写的 西伯来文 还有 羅马文 还有西利文 林文写的 那这三个文呢 他说啊 就是代表怎么样 全人类 就是全人类的全世界 对不对 那后面也讲 也 我们看一下二十一节注意呢 这里 后面啊 我们就读一下好吗 这表着主 主耶稣 主耶稣呢 能够啊 真的是为全人类所杀 也是为全人类所杀 也是为全人类所杀 试着学习说 主啊 我们真的是愿意啊 来到你的面前 不只呢 要啊 让人看 还要让主看 其实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更多的 看主 有时候啊 我们都 常常看人 所以呢 看人就一直人半叠 对不对 但是看主的话呢 主是我们的榜样 所以呢 我们是不会被半叠的 所以 我觉得说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愿意 一直活在神的面光中 许多半叠的事呢 都啊 会渐渐的失去 但是呢 我们真的是愿意 来到神的面前呢 成为啊 不成为半叠的英勇 后面呢 我觉得说 在三十节诸二 我们稍微看一下 这里呢 这里讲到说啊 主在这里呢 在此呢 所指成了的工作呢 成了的工作 有包含这四点 我们稍微看一下 第一个是什么 成功救赎 成功救赎 对不对 第二个呢就是 结束救赎 第三就是 释放他 护活的生命 第四就是 展示他 释那死亡 或来影响的生命 所以呢 我们需要呢 看见说 主成了这个工作呢 是跟我们有息息相关的 那后面呢 再提一个点就是啊 为什么呢 主呢这个腿呢 他不被打断 这里呢 有个经历呢 我也稍微出来看一下 就是说 十字架就是一个环境 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啊 在十字架上 你看这两个长道 在这十字架上 有没有死啊 还没死 因为他不太肯死嘛 对不对 那就好像我们的环境一样 我们常常呢 是不是不太肯死啊 所以呢 就啊 怎么样需要人来 把我们的肥打断 打断了 就怎么样 死透了 就完全的死了 所以我们需要更深 来经历这样的环境 叫啊 环境啊 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怎么样 很顺服的 我们就死了 Amen 就让基督复活的生命 就能够活过来 Amen